中所周知,中国如今的经济实力已经不容少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中国的航天技术和极建工程更是世界瞩目 为此也获得了极建狂母的称号 这不又有消息称,中国又有了新动作 中国会将喜马拉雅山打穿,尼泊尔举国欢庆 称真是神奇的国度 大家都知道,喜马拉雅山的中段珠穆朗瓦峰 一半位于中国,一半位于尼泊尔 喜马拉雅山因为海拔高,所以山上常年积雪不换 连绵起伏的山脉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所以当地的交通非常的闭塞 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考虑到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当地的自然环境 中国想在喜马拉雅山之间修建一条铁路 这样不仅能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便利 也能够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更能够加强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当然成功的背后必然有辛苦的付出 在山脉之间修建铁路可谓是异常艰辛的 无论是前期的计算还是后期的工程 都必须做到精准无比 细节决定成本 这项豪大的工程如果能够顺利完工 将具有里程碑时的意义 对此相伙伴们有什么开放呢 欢迎视频下方投入留言